老杨到处说 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一个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 殷海光先生 一位是复旦大学的 这个著名的学者 叫葛建雄 两个观点不一定放在一起 但是我把它放在一起谈 大家可能有新的启示 叫老杨说故事 一个人不讲道理的 有七种表现 还有中国历史上 得天下之后都会成为暴君 说明的一个是 一般的不讲道理 也说明是历史发展的 客观规律和特殊的现象 最近很多人在文章上 都提到了台湾已故的哲学家 逻辑学家殷海光的 很多思想闪光 他也是50多岁就走了 参加了雷震的 中国民主党的主党之后 抑郁寡翻 身体也受到很多的刺激 殷海光在一本书的 《怎么辨别识毁》里面 首先用了一章的内容 告诉我们谬误有哪些 人的谬误有哪些 而造成谬误和方式 有哪几种 殷海光把造成谬误呢 有一个归纳为七种 第一种叫诉诸群众 也就经常听到 多数的真理的标准 因为这个东西在历史上太多了 是吧 好像伽利略 他率先支持戈白尼的日新说 但是当时的教廷就有人说 我们所有的人和我们以前的所有的人 都相信太阳是烙着地球转 所以伽利略的学说肯定是错的 所以那个时候 一万个农民的科学知识 也比不过是一个伽利略 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那么中国人说什么都是真理 因为什么呢 我们人口最多 对不对 是吧 所以这叫诉诸群众 第二种叫诉诸权威 在一个没有被启蒙的社会 权威特别奏效 权威当然不能 没有 还是要有的 定于主义也算是需要 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权威 那就糟糕了 自是爆炸以来 又不是阿里士多德达芬奇的年代 因为达芬奇可以是各种家的楼合 画家作家数学家科学家医学家 今天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是吧 伟大的天才 伟大的领袖都做不到 今天是什么呢 是多元权威的年代 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 外行的权威说的话 听说一个人是权威 就要问问什么才叫做权威 这是诉诸权威 第三种叫做诉诸暴力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 叫做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这一招实在是太厉害了 如果没有道理 那好了 我们就可以用暴力构建出一个道理 是吧 古代的土匪流寇 最喜欢打的一个旗号 大家都很熟悉 叫替天行道 有了替天行道这个附身符 杀人越货 就可以理直气壮 就叫借助暴力 巩固真理 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 是管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丘基尔向史大林提议 一起去说服教皇参战 史大林很鄙视的问 哥们 教皇有多少军队 他相信暴力 没有军队 你就劝他宣战干嘛 第四种叫诉诸灵敏 就是说 我虽然没有什么道理 但是我心是好的啊 好人犯错误啊 这叫诉诸灵敏 第五种叫人身攻击 就是我在道理上 我说不过你 但是我还是有办法打倒你 就是给你身上泼脏水 说你私生活不检点 说你反共 说你五毛 说你什么都可以 所以受过逻辑信念的人都知道 一个人的言论和他的道德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反过来也一样 不是说一个人的道德上 有多高尚 他说的话都是对的 其实古人早就有这种智慧 叫做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 但是今天都混了 第六种叫以自我为中心 不要跟我辩论 反正我就是对的 我就是对的 别的人就是错的 这个我可以无限扩大 比如说我的民族是对的 我的党是对的 我的组织是对的 我的国家就是对的 这样的话呢 法西斯主义盛行时候的德国 和军国主义盛行时候日本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以我为中心 不要跟我辩论 我是对的 所以莫说你 你总是有理 这个电影台职 就这么来了 简单粗暴干脆 最后一种叫第七种 叫过于简单 世界是很复杂的 但人是很不耐烦的 你要是跟他讲 很复杂的道理 他不会听 所以人天生倾向 以取信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看台湾的地方选举 没有太长篇大论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好不好啊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好不好啊 大家底下就跟着如痴如狂 我们经常在现场看到 经常苏贞彰有一次 选台北县现场的说错话 大家对不对啊 大家对啊 其实不对啊 很热闹 这就是殷海光 总结的七种谬误的种类 应该说殷先生 总结是很全面的 说一个人 容易产生谬误 一个党 一个国家 其实也一样 那么葛建雄呢 就曾经探讨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 得了天下 无一例外 都会成为暴君 他从刘邦跟陆甲 有关治天下的方式的对话 大家不时被提到 多数人已经耳熟冷详 刘邦在那个时候 之所以这个小流氓 从善如流 接受陆甲的意见 承认在马上得的天下 不能靠在马上治天下 大概已经初步尝到了 治天下的不容易 但不容易到什么程度呢 汉书没有记载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进记部的了解 这里面的不容易在哪里 好了 葛先生就开始做一些比较 他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 中国历代就实行的是 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 在这个团阵之下 你要得到天下 就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 取而代之 自然要使用武力或者阴谋 因为堂堂正正 进行政治斗争 无疑是以辅谋疲 不仅成不了气候 反而能够自取灭亡 而恰恰成了得天下者的优势 只要你要达到目的 手段可以不论 无所不用其极 反正你也不要承担 什么政治道义的责任 即便真相的暴露 也不难找到各种借口 或者替罪羊 治天下者行事 却不能太过愤 至少不能越过 社会公认的底线 比如说 清朝努尔哈赤他们 在关外反对明朝的时候 他可以行使缓奸计 让崇征皇帝上当 杀了袁崇焕 但到了要治天下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自己披露事实 而且堂而皇之 正而八经都为袁崇焕 平反昭雪 或者你就逃不掉这样的罪名 跟治天下的身份不相称 这个葛先生有意思 得天下的过程 可以破坏为主 不计后果 而且破坏的越严重 对自己越有利 所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 巴不得闹大搞乱 大乱达到大志 这就是我们可以映射很多当下 治天下者的什么事都难辞其咎 人祸固然是治理不当 防范不利 政策错误 立志腐败所致 但是天灾更是上天的警告和惩罚 任何时候 破坏不知道比建设要容易得多少 所以得天下过程中 惯于用烧仓库接迹 断粮 涂成 沙壶 以水带兵 散步 流言马 美人计 缓间计 这种手段 而且握有主动权 可以随时随地应用 但是治天下就不行 防不胜防 你如果这么做 就会被动挨打 得天下者 为了争取民心 散动民怨 可以不顾实际可能 做出过高过多的承诺 或者给自己的支持者 勇富者可以现成的利益 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 在物质基础有限的条件之下 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要求 还有必须要留有余地 王莽执政的时候 给社会各就很多的承诺 开白条 而且一律优待 顺利的得了天下以后 到了他要治天下 发现了国库空虚 就只能用空话 套话 假话 去应付天下人 号召天下的成名 艰苦奋斗 以野菜带粮 结果呢 原来的拥护者 就变成反对者 李志成发动民众支持的口号 叫吃他粮 用他粮 闯王来了不纳粮 或者由文人加工为胖闯王 赢闯王 闯王来了不纳粮 反正你开的是明朝的官昌 分的是别人的家产 但一旦李志成你进了北京 你就要忙着追赃 收刮金银财宝 连仓皇出逃的时候 舍不得丢弃 带到陕西米智的银盐 听说有八百万两 跟那个时候明朝的财政收入差不多 也就是像李志成这样的贪婪 让他治天下 百姓的负担绝不会明朝 此话要轻 好了 得天下时可以接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目标对着宪政权 就能够相互的利用 其他方面的分歧或者冲突可以暂且不论 内部的权力斗争虽然避免 但大敌当前 首领还不能是当孤家寡人 因此的专制残暴的手段 就不得不有所收敛 到了治天下的时候 皇帝和宪政权就成了另外一些人的唯一目标和夺取的对象 所以赵匡应 杯酒士兵前的时候 对老部下说 皇帝谁不想当 你们不想当 谁能保证你们的部下不想当 话说得很绝很透 但确实是治理名言 五代时那些短命皇上都得了天下 但是为什么治不了天下呢 一个个像走马登山下台或者上命 另一方面当皇帝就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 以往的袍责同乡私生兄弟关系一笔勾销 更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开杀戒 数万数十万都不在话下 苟父贵猛相望 扯淡的话 好了 得天下过程中从上到下都没有过多的要求 原来的平民罪患只求活命 因种种原因投奔者自在长远的利益 武力收降或者阴谋收买会暂时隐忍 在物质有限和战事频繁时 各级的领导人都没有条件 会来不及太腐败 到了治天下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求得到满足 统治者也不能够一直提倡艰苦朴素 老是邀请老百姓大臣们 共度时间 又不像是个太平盛世 所以要天下太平 往往还在对一部分人进行赎买政策 对豪强做一些浪布 正因为这样呢 英明的开国皇帝 往往在治天下的时候 都会成为暴君 当现成皇帝的人也不少是昏君 或者成为全城宦官的 把玩的玩物 不幸都当了末代皇帝下场 不幸当了末代皇帝下场更惨 因为什么这都是专制主义 专制制度治天下的结果和产物 我们今天拉拉扎扎说了两个教授的观点 一个说一个人发生秘误的七种可能和七种条件 一个是一个国家的封建专制时代的得天下之后 为什么成为暴君的来龙去脉 我们这里说了当然是封建专制时代的案例 但是一般的政治发展过程 包括当代的政治发展过程 尤其是那些孕育 暴君或者独裁者的土壤深厚的国家 这方面的历史轮回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在那里面的暴君的发生率是经常发生的 很多时候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一个人都很容易出现谬误 而且是七种谬误一起来 它有各种各样的诱因 何况是一个国家 一个政党 一支军队一个朝代的更迭 历史的这种借鉴很多 经常提醒一下 没有什么坏处 把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自己来说 老杨的东西 老杨都很感兴趣 老杨的东西 老杨督 老杨的东西